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成为教育斗争下的工具 政治的政策性凌驾了教育的专业 昔日的威权教育思想 我们还要被迫接受吗 另外我们谈到中资侵入台北的捷运 柯文哲怒标北极的总经理 不要睁眼说瞎话 中资其实无孔不入 台湾难道已经沦陷了吗 假外资真中资传言不断 经济部长却还在状况之外 马政府还要睡多久 另外说到马总统国军又爆发了弊案 总统避难用的云豹甲车 竟然传出使用中国的劣等货 重大的嫌犯中心电工的董事长江亦福 竟然五百万元就交保 我们现在从肖小林老师的事件开始看起 其实在台北市议会当中 已经有许多的议员在质询这件事了 过去有很多议会的同仁呢 提出过一个案子 是这个肖小林老师 因为他针对克刚的问题提出他的看法 然后被解聘 这个案子至今仍然无法平反 市长你的财势是说交给教育局来处置吗 我是州市长跟教育局成一个专案小组来调查 要给当主人一个机会 市长我只用二十秒跟你沟通这个观念 市长你今天会出来重振 有一个很大的理由是当初你被很多局处欺负 你被很多政府部门欺负 包括台大医院 你会背啦有九个我背不出来 什么调查会工程会法规会什么挖国会的 肖小林老师的案子就是教育界的柯文哲 今天他只是没有这样的运气 没有这样的知名度参选公职 但是他的案子跟你一模一样 可是他现在想要糊口饭吃 想要为自己平反仍然不可得 我们教育局目前的处理方式就是说 你已经过了四年的这个期限 所以你可以重新再来面试 重新再考试取得教师资格 我想这个对于一个被政治打压的 良心的音乐老师是不公平的 市长你能不能回答我两个问题就好 一个你认不认为肖小林老师 跟你的处境非常雷同 第二个你愿不愿意为他平反 让他有个工作权 我想不敢想过 我说我指定那个州市长当一个专业小组 不过我一定会亲自去参与去看看 当事人肖小林老师与带哽咽的说 我要光明正大的回到中山国中去任教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中山国中议员老师肖小林在2007年11月12号 提出了行政诉讼 状告郝龙斌剥夺了教师的选书权 随后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教育局 跟中山国中联手整肃肖小林的事情 消防启动了教评会指控肖小林教学不力 还在2008年的1月2号针对肖小林曾经任教的十八个班级 五百多位学生来制罚问卷 还有在当中有十六项行为的表现 这些学生竟然是被要求据名作答 校方后面居然没有公告结果 而到了2008年的1月21号 以行为不仅有损失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原因 借了他一大顾处分 很快的两天之后 校方再度召开了教评会 将肖老师给解聘了 其实监察院的报告也出炉了 根本就直接的表明 中山国中台北市教育局和教育部 有许多的缺失 那么其中还违反了所谓的 这个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评审委员会 设置办法的第六条 当天教育局官员列席参加教评会 更显不到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后来的发展就是柯文哲上台了 但是没有想到台北市教育局 仅仅只愿意恢复肖老师的教师资格 而不愿意恢复他在中山国中的教师职位 所以有很多个教育团体就为他来进行发声 那么他们也就大声地说 一定要撤销违法的解聘 史英说当初这个速度之快 过程经过都学校长 家长会一条边下来 要达到杀鸡敬猴的效果 要警告其他老师 如果你们不乖 我们有办法透过既有程序把你杀掉 而且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那么同时呢 肖老师也点名当初破坏他的教育局官员 还有中山国中的教职员 如果对付他的都升官发财 而帮助他的所有的老师和工友 竟然烤鸡都被打了一等 好 来我们现场有昨天直询柯P的王威中王议员 一个公平正义的恢复跟实现 按理说第一件事情你恢复原状 第二件事情你要还他清白 第三件事情要惩处加害人 这三件事情都做了才能够恢复公平正义 那柯P怎么说 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 陈如刚刚彭P讲的 因为对一个老师而言 固然是个人工作权以及名誉的问题 但是对于整个制度来讲 是如何去达到制度的公平正义 这也是转型正义的一种体现 那但是教育局呢 整个教育的体制 其实让我们外人看起来是一个大黑箱 这个案子本身呢 虽然是跟萧小玲 老师的这个去职的争议有关 但是其实你抽丝剥茧 从这个二零零八年看到现在 你会发现跟目前的这个黑箱 克刚的争议 还有校长领选的黑箱 全部是可以扣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些主宰 整个教育体系的这些高官 全部是绑在一起 是命运共同体 那么我讲回来 我们现在极力的在帮萧小玲 老师争取的是什么 刚刚这个金玉姐有提到说 是不是现在已经同意他恢复了教师资格 那是流浪教师 流浪教师 如果他想要回到他原本的服务的岗位 中山国中去的话 他还必须要再经过重新的这个这个征选 所以也就是他要去面对过去这些无情的排斥他 开除他 甚至他在他眼里认为有造假 这个提供笔入口供的这些人的面前 再去重新的放低姿态想要回到工作岗位 这对他来讲情何以堪 所以我们要求柯文哲市长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好好的重新检视过去 这些这个调查的过程 有哪些是黑箱 哪些是不法 哪些这个情理不通 我们希望能够还原真相 能够在法制面在情理面上 告诉这个人民 告诉肖晓玲老师公道在哪里 我们就以今年的三个函 来出示给大家看 第一个函叫做一百零四年的一月份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回函 给这个台教盟 台湾教师联盟 那么他们里面呢 仍然是维持一贯的口径 说事宜消失业一 这个救济什么程序 提起诉讼本案 并且经行政以及司法双重检视 确定在案 这个是一月份的时候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肖晓玲老师过去 曾经经过这个高等法院的上诉 那被驳回 所以认为你是司法认证的 不适格教师 那么二月份的时候呢 中山国中也发一个 函给肖晓玲女士 对这件事情 等于说一月份的时候 教育局已经定调 二月份的时候 这个中山国中 他的口径也很硬 就说你过去这个事情 是明确的 但是我们现在留你一条活口 所以你有这个教师资格 你可以按照程序 回到我们这个中山国中 来继续来面试 那么五月份 已经是上个月的时候了 台北市政府的教育局呢 再度发一个函 因为这个过程中 很多议员在平反 在質疑 甚至是这个肖老师 他也跟很多这个团体 继续去抗争 那么但是教育局仍然非常的硬 汤志明局长是嘴非常的硬 他仍然最后用copy-paste写句词 跟一月份的函一模一样 而且他还加码写说监察机关多重检视 确定在案 对 睁眼说瞎话 柯文哲昨天不是说吗 所有的市府官员听着 不要再睁眼说瞎话 什么叫睁眼说瞎话 监察院的函 在一百零二年三月份 做这个长达一年一个月的调查报告 明明就告诉这个教育局说 你们对于萧小玲 老师的这个案子 中间有诸多的程序 瑕疵跟违反事实 所以呢 必须要还给萧小老师公道 这是监察院的 程序不当 但是对程序不当 但是五月十九号 刚刚这个教育局的函 他还可以哒哒哒的说 你看除了司法行政 还有包括监察机关 也帮我背书 确定萧老师是不是适格 确定我们过去的处置 没有不当 这个不叫睁眼说瞎话 什么叫睁眼说瞎话 那我们希望柯文哲市长 他可以承诺 第一个 你不能再把这个案子 还原真相的这个事情 交给当时的黑手之一 汤志明局长 因为他跟包括当时的吴清姬 包括这些一票的这些人等 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终复杂 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意愿 来做一个公平的还原真相 所以昨天柯市长本来他承诺说 原本他要请周副市长 来做这个专案的处理 那么我昨天在直询台上要求说 柯市长请你本人要介入 因为这个萧老师的这个状况 就是教育界的柯文哲 没错 他就是遭到这些黑机关 遭到这些机关的黑箱的打压 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喜欢当乌鸦 不爱当喜鹊 没有错 爱当大炮 而且我要白幕 但是白幕并不可以当成行为不简 同意我跟你说 我们为什么这么值得为肖老师 抱曲 你晓得吗 他是音乐老师 他不是考科的老师 对对 当时郝龙斌的这个一纲一本 其实影响不到他的 他就是音乐科是没有受影响的 所以当时他真的是 对对 而且他因为他前一年 是这个中三国中的教师会的会长 所以他在在之前就这个校长 领选等等的事情 就跟当时的那个曾美会校长 应该梁子结得很深 梁子结得很深 所以后来被清算 他如此的这个愤愤难平 OK 那嘉欣 因为这个事情也许 工人朋友觉得这是个个案 但这个个案 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而且刘沛曾经告诉他的儿子刘禅说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说 它是一个教育体系 或者一个行动体系 黑箱作业的 其实是那么一点点的冰山之一角 那我们就要回到八年前开始 这个嘉欣议员就曾经 为了这个案子到处奔走 那你能不能告诉观众朋友 八年前这个案子的始末 这个是在2005年的时候发生 当时郝龙斌出来竞选市长的时候 他的唯一的一个重要证件 叫做一纲一本 然后企图把台北市的 这个教师选教科书的 这个教学自主权 企图给他剥夺掉 那当时的这个政界呢 其实在教育界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可是当时的教育局啊 是局长叫做吴清基 后来高升到当部长的吴清基呢 事实上就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是他帮郝龙斌拟定了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方向 那开始执行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当然教育界有非常多的人 很不以为然啊 其实萧老师他并不是受害的人 可是他这个人就见义勇为 他就是喜欢这个打抱不平 所以当时以他的这个 做教师会会长的态度 他就觉得说那不行啊 没有人敢 那我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他跟着这个 这个人本基金会 开了第一场记者会以后呢 他就去按领申告 这一告下去呢 跟好市长梁子结得可大了 好市长绝不手软 启动了包括学校的教评会 启动了学校的家长会 OK 然后还意图影响学生 你要知道哦 萧老师在中三国中 是一个资深的老师 他教过非常多学生 过去在学生之间的这个评论 评价都是非常好的 突然就在那一年 萧老师变成是一个 不受欢迎的老师 然后课堂上还要同学啊 录音 然后把那个录音提供出来 当做一个指控 萧老师的证据 然后借由这样子 说家长来检举 然后给教评会 然后教评会就因此判定说 这个萧老师 他有所谓限制学生的行动自由 然后呢 他说强迫学生写不实的教室日誌 这样子的理由 然后框他 因此把他解聘 这个解聘的过程 当然刚刚魏仲已经讲过了 非常草率 那这里面 曾校长 当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他就是在这边承先起后 一方面要讨好 当时刚刚上任的好市长 不遗余力啊 OK 所以他整肃萧老师的过程呢 我们都历历在目 所以当时2007年 这件事情开始进行 对他整肃的时候 2008年我们就声援他 帮他开记者会 郝罗宾完全自知不理 我们在这个跟魏仲一样 咨询的时候 直接问好市长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一个国中的老师 你需要用一个大炮 对一个小老师吗 这样做有道理吗 更何况后来这个一纲一本 还自己打自己的脸 为什么 因为他后来不敢再讲一纲一本 他说叫做一纲多本选一本 这可笑到不行啊 自己的政策后来自己都转向了 然后这个老师去给你按铃申告 然后你居然 他不敢用这个理由来办他 就找他的小毛病 萧老师过去跟他当时都是一样的 一直一样的教学方式 一样的方式对待学生 一样的方式在学校参与所有的工作 可是呢偏偏就在那一段时间 2007年一整年各种光怪陆离的状况 其实这个事情回想到跟那个白色恐怖时代 那真是不遑多让 那个时候的中山国中的校园气氛就是如此的肃杀 为了追杀一个萧老师 所有的其他老师 大家也敢跟他靠近 对 都不敢跟他靠近 中午吃饭时间没人敢跟他讲话 萧老师就整个的被孤立在中山国中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情形 老实讲是非常非常的 感到替他觉得生气 而且也觉得很遗憾很不舍 后来监察院那个报告出来了 你看看那个监察院的报告 每一个都是 王建轩主持的 王建轩主持的 这可是跟国民党好市长同一国的 他主持的调查报告里面这么清楚了 郝龙斌有当回事吗 没有啊 跟大巨蛋的这个检讨报告一样啊 也是说纠正你啊 纠正你好市长啊 说你这个东西应该要检讨 要恢复人家的名誉 跟人家的这个工作劳动权 对不对 可是呢 至今没有 所以我觉得 现在回来 就算给萧老师说 你有恢复教师资格了 对不起 这个不叫平反 这件事情叫做转型正义 科批你有绝对的义务 要去转型正义 如果连萧老师这样一个个案 你都没有办法处理 那其实我们在讲那个五大案 更复杂的案子我们都还更加担心而已 所以我觉得萧老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正义指标 这个小案子呢 是代表着说 郝市长他是行政打压 黑箱作业又死不认错 然后充其量抓萧老师来当一个替死鬼 从而呢 这个校园整个的教育最重要的根本精神跟价值 就被践踏在地上 你如何教学生呢 那几个孩子其实大家都已经上升到去念大学了 可是如果你回过头来问这些学生说 当时萧老师面对这个事情 萧老师后来也有去找一些部分学生说 我真的你们觉得我做错吗 那些学生都很无奈的说 老师并不是的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只是有大人叫我们要录音了 大家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八年就过去了 这一位好市长高升到国民党执政党的副主席 那他所犯的错误 今天还在教育体系里面观观相互 我为什么说柯P 你一定要处理这件事情的原因在于 你不打破这个观观相互的结构 将来有一天同样的事情 又会落在你好市长的头上 待会好市长你也是 柯市长 柯市长待会你也是要卸任啊 你四年八年后卸任的时候 这些人会不会搞你 会的一定会同样的方式 继续黑箱作业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切的噩梦 其实就在你刚所说的 肖老师去按铃告了好龙兵 他不过就是觉得说 不对啊 我们教室应该有自己的选书权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要行法院做一些解释 结果没想到就展开了 他一连串噩梦的开始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 虽然这个案例是冰山一角 但是他完全体现了在 解言之后的一个整肃的一个典范 所以他为什么这么被重视 因为他完全反映了 在一个强权跟独裁的状况之下 那么所产生的这种白色恐怖 还有所谓的寒蝉效应 以及帮雄效应 我们继续来听听 严慎贯的质讯 你记得肖老师是什么时候 公开反对好龙兵市长的 一纲一本吗 97年 什么时候 我刚刚看的资料是97年 我们来看一下林副局长当初的言行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曾经学校 学校的这个报告 事实上大概是在 学校是在11月12 11月12 11月12 所以应该说11月12 以后学校才开始 我想到这边为止 因为我不知道局长 你刚刚听不听得清楚 刚刚是教育局的记者会 那媒体一直不断地在问 林腾角副局长 他大概问她说 这个整个事件 就是调查老师的时间 到底是什么时候 刚刚副局长讲了两次 是11月12号 11月12号 就是肖小林老师 公开反对好龙兵市长的 一纲一本政策的 同一天的时间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学校还在搞这种白色恐怖吗 学校还在搞这种政治迫害吗 18班540个学生 针对肖老师上音乐课的表现 这个问卷调查 是谁同意发放的 谁同意制作发放 对学生做具名的调查 我们调查小组为了 10老师也有 谁的调查小组 学校里面的 所以是你 是你受益的嘛 不是 是包括了 加拿小组成员同意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必须共同 对于这份问卷 进入到学校里面 去对针对学生 做这个问卷 共同负责 对不对 是 你觉得这个妥当吗 针对个别老师 制作这个 你要不要在学校里面 针对不同科的老师 也同样做这份问卷 其实是因为想要让老师 恰不恰当 恰不恰当 你让学生做具名调查 是为了让老师 有澄清的机会 那学生就得负责任 所以他可以不填名字 他也可以填名字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你在义士殿堂 你讲这一套 你调查的结果 萧老师有没有办法 知道你调查的结果 刚刚你在旁边应该听到 局长有要求 今天既然萧老师 被你们解聘 不管是依教师的申诉 或者是依宿院的程序 你们的解聘 一定有具体的根据跟理由 就是你们说的 今天另外一照 本来就应该 有这个权力取得 对他自身有利的 我们刚才想要打电话 给中山国中 就是整肃萧小林的 曾美会校长 他现在高升到明伦高中 我们的执行制作人 打电话给他 听说他手机接到一听到 政经现实批 立马挂电话 一秒钟都不停留 所以现在政经现实批 是鬼见仇 这个庆元议员 我们要谈的是说 行为不减 有损失道 这是何等大的一项指控 这也是一个人格上的指控 那看起来这个肖欧老师 不管你怎么讲他说 他有什么这个上课怎么样 如何如何 但是在教育界 没有这种说上课 有些瑕疵 就会解聘 这在台湾的教育史上 似乎不曾发生过 那为什么会发生台北市呢 我这样讲 这就是郝龙斌前市长的威权个性 其实他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针对某一些 只要让他不爽的事情的话 对方的下场 大概就是这样的命运 我们来看看中山国中教师萧小林 解聘案的大事迹 他在九十六年三月三号 还得到行政院服务奖章的证书 九十六年三月三号 九十六年八月一号 还获学校聘为课发会委员 艺术与人文领域的召集人 结果他在九十六年的十一月十二号 提起行政诉讼 撰告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说他这个妨碍了教师的悬殊权 推动一杠一本 结果不出一个月 马上就开始被全面的罗资罪名 就把他这个解冰掉 那再送给学生的这个问卷 这是具名的问卷 下面有写 有写这个填表人的姓名 这个问卷的内容 我随便讲两三个内容 给各位听一听 就知道问题是所在 其中一个问题说 问学生 萧老师是否会在课堂上维持行政中立 不耗费上课时间表达特定政治立场 这什么意思 这个很清楚的 他特定政治立场是会支持郝龙斌吗 会支持国民党吗 那我在研判的话 他是个音乐老师 他是个音乐老师 我不管他是什么政治的特定立场 这种问题各位想想看 适合来问国中生 国中生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特定政治立场 他听不懂 再过来萧老师是否会尊重学校 要其他老师或家长的意见 不忘加批评 这个事情事发了以后 他遭到学校的教职员 包括甚至于其他被特定的对象 在那边围剿 你想想看在班上里面 我相信难免会说几句抱怨的话 抱怨的话 然后还有萧老师是否曾经在上课时间 用言语或文字 辱骂其他老师家长或长官 这个是他的问题 就算有 这也在校尾里蠻常见的 基本上来讲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如果大家全面围剿他 你想想看 他不会嘟当几句吗 骂几句吗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个叫罗兹罪名 那我们来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在一百零二年三月二十二号 应该是面对监察院的纠正吧 对面对监察院纠正 你看他回复什么 如果是这样回复的话 那每个人就陷入一个迷思 萧老师真的是行为不简 你看他里面讲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萧老师行为不简 有准失道的具体事实分为六项 其中我随便讲几样 他说这个家长有提出抗议 有多位学生表示萧老师经常谩骂 白目 阴痴 下山烂 叉叉等等 还有什么shit stupid 这种不雅致眼来羞辱学生 他这样写 那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外人如果看到的这一段话的话 大家会认为他萧老师 是不是行为不简 然后还说还会接不但公开学生个人资料 还会威嚇同仁假搜索之名 强制对全班录音录影 导致学生心生恐惧 私生关系恶劣 你看这样写的 那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 大家就会认为说他行为不简 可是我今天想反问一句话 他在九十六年三月三号 得到行政院服务奖章的时候 请问你这些行为到底存不存在 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他之前或是当时这些行为都存在 为什么他会得到行政院的服务奖章 他突然变坏 对 突然变坏了 这是莫名其妙 你这个问题有官方回答 是不是 当时的副局长林腾脚 人家问他说萧小玲老师什么时候开始不试任 他说就是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二号 那天干嘛了 暗铃控告好龙兵 暗铃控告好龙兵 所以就是说你今天身为一个市长 你面对一个老师去给你做行政诉讼 然后就发动全面围剿 我坦白说 台北市八万大军 如果柯文哲市长针对哪一个公务员 或者哪一个老师不爽的时候 如果发动全面围剿以后 这个公务员 他的无助感就跟萧老师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属于 真的是属于转经正义的问题 我觉得萧老师这八年来 他的委屈我们可以想见 那我认为柯市长竟然上来了 就应该帮他频繁 在这个过程当中 萧老师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还有多少羞辱 你可能很难想象 我们稍后告诉你 你有看到是市长做的吗 没有 可能是一个专员 可能是一个督学 但是没有人说出 是郝龙斌 你有没有注意到 说的跟我们现在在 查台北市的案子一模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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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来的